自律比不上自律 自律就是我的自律 當我在成長啊 或是達成一些目標的時候 我感到快樂 自得其樂 你的不快樂有一部分就來自你的自律 康熙來了我可以說是一集都沒有看 真的假的 超酷的 但是我小時候 我一回台灣就 我媽媽幫我買了一本有聲書 叫歡樂三國志 然後我是這樣子認識康永哥 考考康永哥到底記不記得當年的 自己講了什麼話 劉備劉備比不上一條棉被 我講過我講的嗎 這是你講的 我講過這種話 潮人潮人會變成 稻草人 潮人變成高潮人嗎 稻草人 稻草人不是高潮人 不是啦 這才該廣播金鐘獎 我想到我自己是被老闆們冠著長大的 那個時候我就想說啊 起碼要讓你覺得雪中送的碳 有有有有有接受到非常溫暖我的心 感謝康永哥 我超級想要問康永哥有沒有覺得 現在流行的哪一些金劇 就心靈雞湯類型的 是你早就看不慣了 想要戳破 超多的超多 我想到我猜看有個可能不認同的 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 超不認同 然後要跟自己和解 我超級不可能 可能我覺得人活下去的動力 就是跟自己沒和解 就是所有我做的事情都是因為 不做的話會很無聊才做的 你是在打發時間還是你再好好度過 我認為是同一件事情 你打發時間方式有沒有讓自己很有感覺 你知道一直打遊戲或者一直看劇 也可以打發時間 可是重要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你自己有沒有感覺就好 比方一個離了婚的人 看一個離婚的劇 他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那就是他的感覺 那樣我就覺得他不是只是打發時間 他有在活著 你要問我活著比較好的方式 我只有三個字就是有感覺 有感覺就好 其實在看這本書的時候 我第一個跳去的章節是 有一個叫自律 比不上自樂嗎 自律比不上自樂 對對對 然後我看到我就大動肝火 因為我想說 我就是靠著自律為生的一個人 我覺得好像自律就是我的自樂 有一點畫上燈好了 當我在成長啊 或是達成一些目標的時候 我感到快樂自得其樂 萬一我現在大膽的 不負責任的揣測 你的不快樂有一部分就來自你的自律 我們只要是人自己發明的東西 都會困住我 我覺得自樂帶來的紀律比較重 那看有個出這本書的時候 你希望為大家帶來的是什麼 因為那些還沒經歷過的他也看不懂啊 就不要看了 就這樣 OK 這書名叫你願意人生就會值得 下一句就是你不願意就算了 就是不關我的事 我不在乎 人生不一定要追求成功 人生更值得追求的是成就感 就是像我 我如果知道我留言一句話 有安慰到博恩的話 我會覺得有一點成就感 就夠了 我覺得我們的不快樂很多是來自我們 設定的目標達不成而落空 你就不要設定那些目標 你設定的目標應該是你 輕易就能達成 然後能夠感受到